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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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笋干等等,更使竹山成为地如其名且特色突出的乡镇, 是国人体验乡土之幸之旅所不能错过的一个好地方。 竹山镇位在以观光闻名的南投县西南邦, 有浊水溪及其支流清水溪在此会合, 西宇云林县,南宇嘉义县阿里山乡为林, 东边则是国内知名旅游圣地西头所在地的鹿谷乡。 举办外会是台湾各地常见的反够文化, 一大清早在盐平国宵里便看见许多人为着大型的外汇料理而忙碌不已。 这可不是一般人家里头要办什么喜事, 而是为了要迎接属于整个竹山镇的一场喜宴呢。 这几年来,台湾的各个乡镇为了关怀乡土与推广地方特产, 纷纷举办各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活动, 而竹山镇为了打响当地茶叶的知名度, 特地以具有香腐味的竹笋大餐来大宴兵客, 吸引各地方来的人潮。 竹山镇为了打响当地茶叶的知名度, 所以名字叫做竹山镇。 因为竹山镇所有的山镇看得到的, 很多都是麻雀的竹,梦中族, 也就是几竹山镇。 竹山镇,我们以前说是宿均宿一日, 因为它是有一日一日, 所以我们说欠习习习习, 就是人要有借义,所以这个竹本身就是受到我们的民人, 大家真正经重的一种事物, 尤其竹可以发孙子。 所以我们今天像第三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专孙的台餐, 就是每一项菜都跟孙子有关系, 从从当孙开始, 跟前孙子可以吹孙冠, 可以做正孙子, 所以孙子滚孙子, 这种菜在我们台湾的料理里面, 应该是真正出名。 在整个竹笋大餐尚未入席之前, 且让我们深入走访这个满山遍野, 竟是苍翠幽黄的城镇, 让心灵和视野, 也来感受这里美妙而清新的竹的饷宴。 走进竹山镇内,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属于竹的特殊清香, 各式的竹笼、竹器和竹席等琳琅满目, 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就是那扑鼻而来风味独特的笋干味儿。 就是顺及竹笋钙 seed, 第二个竹笋钙墨部放入残酱叶牙, 吃水产生的水果水, 还有我没有用花, 有什么水果ум的水果可以使用, 这些水果就会不会熟了, 画面其他油鱼呢? 经过沙青和发酵的竹笋 会散发天然的笋酸和香气 在经过曝晒加工以后 就成为中国人传统左餐的美食 除了在国内销售之外 还可以外销到日本和海外华侨集中的地区 根据这家加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们 晒笋干的地面最好是铺上薄油 如果是水泥地面的话 那么晒出来的笋干就会乌漆麻黑的 根本不能用了 看来即便是晒笋干量看最容易的事 也还颇有学问呢 受到工业化以及塑胶制品的强势竞争 竹制的器具逐渐受到冷落 连带地影响到镇上一些竹材加工厂的生存营运 因此像这样的加工厂已经不多见了 不过有些产品还非得用竹材 才能显现其特殊之处 比方说香筒、铅筒和笔筒等等 其中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种圆滚可爱的短竹筒 也就是此地有名的竹筒饭所使用的材料 所有的竹制品在做成之前 必须经过切割、加工、打磨和碳化处理等步骤 过程十分的繁复 这种是梦宗竹 在台湾的竹类来说 制作竹艺品的原料 大部分都是竹材中品质最好的梦宗竹 而竹山占着地利之便 自然成为培育竹艺人才的温床 像是这种竹雕艺品 仍有一些青年人秉持自我 对于竹艺创作的执着 以刀易凿细细雕琢 不仅能为小镇带来浓厚的艺术气息 也使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的竹雕艺术 得以绵延发扬 竹山镇在众多竹的相关产品中 交易最为活络的地方 便是当地人所俗称的苏纳琪 当地的笋农告诉我们 每天下午两三点左右 是苏纳琪最人潮顶沸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青城山山挖笋的笋农 陆续都在这个时候将竹笋再运到来 经常货材刚到市场 立刻就被商人飙走 可见得竹山的竹笋是多么的强手呢 看了这么多一搂搂一排排的新鲜竹笋 真是叫人忍不住嘴馋 想要鲜肠为快 算算时间 令人期待已久的竹笋大餐 也差不多要上菜了 就让我们直奔竹笋大餐的现场去吧 哇 这么热闹滚滚的场面 简直可以比你庙会活动 现场还展示竹山参赛得奖的高级茶叶 您不妨也来品尝一番 我父亲一向就很喜欢品尝 所以今天的冬茶比赛 我的小姑特别就约了我们一道过来 他们从台北下来 我们从台南上来 一方面品尝 那一方面就尝尝竹山的冬笋大餐 竹笋是一种高纤维的食品 不论红烧 煮汤 清炒或是凉拌 都相当的鲜脆可口 并且有益身体健康 而负责烹调竹笋大餐的厨师们 都是当地妇女自动参与的 而不是聘请一般餐馆的师傅 所以是竹笋大餐不仅高鲜营养 还有妈妈的味道呢 我们的现在在家里面 也在那还有一些 和他一样的竹笋 都会得到 一般西班、杉拼大餐 中西班冬飋鱼 次参与营养 也可以做乾脆肉 還有就是抵抿 Chung 很多包 information 還有現在三名都 impact 滾湯 thus Ras 主要都是主 cel架 是主要的 白散種植在副類有很多種 可供食用的損類 有绿竹笋 梦中竹笋 乌角绿竹笋 味竹笋 剑竹笋 以及麻竹笋等等 可说风味味味味清秋 至于吃法和菜色搭配 就更是创意而变化无穷 难怪这席开250桌 全是竹笋的大餐 每一桌 每一个人都是吃得津津有味 而且面露喜乐呢 大部分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竹笋踏餐都是 不外就是竹笋啦 红番薯啦 做成的那些配料 都蛮不错的 我们是慕名而来 我们知道它这边的番薯 红番薯 玉米啊甘蔗都很好 都是蛮道理 还有那些竹笋东类 之类的东西这样 而且今天又是特别人职啊 一年的开始了 来这边刚好这边享受这种 这种感觉我觉得不错 竹笋大餐啊从举办到现在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我们都受大众的欢迎 那也希望提供给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 如果喜欢竹笋的话 希望能够借着一月份还有五月份的时候 能够跟我们农会联络 来一起享受这一次的美食 饱餐一顿过后应当活动一下筋骨 这个时候最适合走向竹山镇郊 让淳朴的民风和优美的大自然 使我们身心都能获得充分的休闲和舒展 这一整片平缓的山坡茶园是位在盐亭里的赵敬山 这里的景致广阔清脆且视野良好 一层层的梯状茶园井然排列 是极为动人的田园美景 在山坡的顶端 看见一位老农正在土地 原来他正在挖的是竹山最出名的 红番薯呢 老农夫说过去这里整片山都是种植红番薯 近年来因红番薯一年只收成一次的收入 实在比不上茶叶 才使得这里的景观大为改变 整座山只剩下老农夫的这一小块地 是硕果仅存的了 竹山 红番薯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这里的土壤是属于红壤 地势清洁且排水良好 使种出来的红番薯成颇圆形 且格外松软香甜 如果将这同样的品种移植到别的地方 连形状色泽和品质都有差异 所以呢竹山镇上到处可看见这形形色色的红番薯 其实都是同一个品种呢 竹山的竹林都是生长在比较高的山区 要尽上翠竹之美 建议您隔天起个大早 清晨上山 绝对让您不须此行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位在竹山大安里的山区之中 这里海拔大约八九百公尺 早晨天色极为光灿迷人 阴阴中透着些微的凉意 积木远望 对山的山影轮廓 树影婆娑与四起的烟雾鸟绕 显然是否典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山水名画 四周的环境一片寂静 若不是偶有几声舟鸟鸟转 还真让人有进入时光隧道的错乱感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资料统计 全世界的竹子大约有一千两百种 台湾也有六十种之多 而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 全是竹山最盛产的梦宗竹林 茂密的竹林远望 仿佛有着幽远深邃的神秘感 然而当我们亲近其间 便会受其清爽宜人的特质所深深吸引 像天际延展的枝叶 遮挡阳光的直射 使竹林下分外清凉 每当有清风吹起 竹林摇曳生姿 并在一根根直挺的竹干上 写洒出几道柔和的光线 景致既真实又如梦似幻 至于满地铺陈着 飘落下来的金黄色叶片 则是柔软如坦 无论是漫步其间 或者是独坐冥想 这里都提供您一个 最浪漫而美妙的空间 原产于我国江浙一带的梦宗竹 大约在两百年前引进台湾 是大鹰架做家具的上选竹才 每年白鹿过后 竹笋开始露头 在立春之前 其笋因领于风寒 风味绝伦 堪称为笋类之冠 也就是俗称的冬笋 而立春以后 到清凌节前后 所生的梦宗竹笋 就称为春笋 其滋味比起冬笋 便略逊于仇了 梦宗竹的冬笋 真可说是自然界的一项特例 因为所有的竹类当中 能在如此深冬季节 仍然发出新笋的 也唯有它了 好啊 笋农们上山挖冬笋 有时从清晨四五点多便开始 中午过后便将冬笋 再到镇上的苏纳其去卖 通常因为笋农 一天平均只能花到 十来公斤的冬笋 所以说冬笋的价格 一直居高不下 除了品质特加之外 也是由于 物稀为贵的缘故吧 看着这些笋农们挖掘冬笋的模样 好像非常的轻松好玩 经由当地居民蔡先生热心的带领 我们也想来尝试一下 亲手挖笋的滋味究竟如何 我种的笋子就种六七公斤 都我们这种民众中 这个冬笋的这种笋子 六七公斤很多的朋友 对台北高雄四个 都有卡电路 甚至亲身来到山顶家 麻烦我带来这个冬笋 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是说 来冬笋的时候 冬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和华的休闲活动 基础啊 冬笋可以发现这个冬笋 冬笋 对我们人的身体也很好 所以他们一家大小都带过来 后来的冬笋 冬笋开始 冬笋断年身体 冬笋很安全 所以孩子大小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行列 过来就是说他们卫到的冬笋 感觉是说 比较在市町不一样的 市町是都切好了 那我们这些卫到的这个冬笋 直接自己来卫的时候 他连这些筋都给它漏起来 所以他们大厨之后 可以把它放在冬笋 把它放进去 做观赏用 也可以做教学用 可以让孩子知道 冬笋是怎么形成的 它的地下墙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有的来到冬笋 不知道都在地下墙在找冬笋 跟头部位也不同 所以这就是不了解 可以说来山顶这边 做一个豪华的枸油 最主要是这样说 可以了解这种乡村的生活 和可以为冬笋的这个市民 由于孟宗族的根盘踞地面下 所以要找冬笋 可得费神又费力了 第一条坚就是在土地土奥 这一百一百就是 得发孙子 这个孙子发起来 才对这个独土 我们在头部来 要照头看像我们在看 清朝朝在看风 那如果看到孙子 就看那个孙子出来 我们就知道 那个有孙子 才费力了 才费力了 这样 那如果是 槌笋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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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笋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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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 判斷哪一代的竹笋比较多 有精进的老笋龙告诉我们 可以先从竹子的外观来推敲 看来这个株子比较白 这个株子比较白白 这就是一年 如果像这株子 这株子是七八年 这生株子 还在株子上株子就摆了 这株子比较生株子 这株子都要做起来 这株子比较生株子 这株子像这株子 这株子就像四年株子 这株子不敢做 这株子当时就发生了 这株子老的 发生了就是株子建成株子 起到株子大 大伙麦里的挖掘冬笋 最高兴的是 莫过于能够现烤现煮现吃了 在这远离尘宵的山区 享受也吹得乐趣 有竹林 有烤竹筒饭 还有烤冬笋 和冬笋汤 真是一种别具风味的竹的野宴啊 用餐过后 孟宗竹坚挺的竹干 是提供团体游戏的天然道具 找几颗粗细适踪的竹子 来一场爬竹干 夺冬笋的比赛 保证好玩自己 还可以帮助消化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人一向对竹 有着特殊的天爱和敬重 竹山镇拜天之赐 拥有傲人的竹林资源 并且在全体镇民的陆立合作下 使其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更加土显 竹山竹之宴 希望触动的不只是您的味觉 而是全方位地对这个城镇有深层的认识 是关怀和喜爱 谢谢您的观赏 香油炸祭与您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台湾西南沿海地区 台湾西南沿海地区 由于气候和地形的事宜 自明末以来便是典型的鱼盐之香 有着宁静甜淡的纯朴特质 尤其这儿有切末纵横的盐田风光 和古老传统的晒盐方法 景致更是有别于其他滨海的乡镇 盐是每个人日常生活里少不了的东西 许多人吃了一辈子或是用了一辈子的盐 却可能连盐是怎么来的都不曾看过呢 现在就让我们走访 至今仍然完全保留传统人工晒盐的北门香 探寻席是台湾乡村的不实风貌 并且坐一趟兼具相补情怀与吃性意义的北门盐田行 北门香是台南县三个滨海乡镇中最北边的一个 北阁巴掌溪与嘉义县布袋镇为林 东维雪甲镇南街江军乡是本省重要的盐业中心之一 自古以来北门香和林静的几个乡镇 因为土地和空气中都带有咸咸的盐味 所以又被称为盐分地带 并且以盐的苦涩滋味来比喻盐庄居民生活的清苦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形态的改变 盐分地带早已吞去苦涩而换上亮节的外衣 展现各种多彩多姿的鱼盐风貌 游带我们细细的品味 说到鱼盐之乡 台南县许多沿海附近的乡镇 渔民们都是靠养殖渔业起家的 更有许多的渔民是以养殖湿木鱼而致富呢 湿木鱼可说是此地最重要的渔业特产 渔民们饮海水养殖 使得湿木鱼的肉质鲜美且体型硕大 每年运销到全省各地的鱼市场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当渔民们忙着收鱼在鱼时的景象 真是一幅温馨又欢喜的图画 正当渔民们高兴着鱼温里的鱼儿又多又肥 同时也要为一群群会偷袭小鱼的海鸟感到头疼不已 据说一只夜鹿一个晚上能够吃掉三斤的鱼 难怪渔民们对于这种瞒天飞舞的鱼儿是又爱又恨呢 怎么说着说着就有一只白鲁丝闯入了为保护花跳鱼而设立的天罗地网中呢 花跳鱼是一种生活在泥滩地且身价较名贵的鱼 鱼民不惜斥资不枉 就是怕鸟类的偷袭着实 没想到这只白鲁丝硬是闯了进来 鱼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却成了插翅南非的落难鸟了 鱼民除了靠养殖之外 也会在近海一带从事鱼捞活动 当我们来到海岸边 用肉眼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海岸外浮起一道名言如强的沙洲 景观相当地特殊 这些沙洲是由河川夹带上游泥沙而来 当地的人习惯称沙洲为昆参 那是因为昆是古代传说中的一条大鱼 而福州的模样恰似昆在海中浮起的鱼被 所以就有昆参这个名词的出现 今天在台湾西南沿海还有许多地方是以昆参来命名的 像南昆参、四昆参、清昆参等等 其实说穿了 北门乡原本就是个大昆参 也就是说这里原是积水溪口外的一个滨外沙洲岛 旧名是北门宇 大约在清朝嘉庆末年的时候 北门宇开始和陆地相连 这是大自然、沧海桑田变化无穷的名证啊 然而对于大地的变貌 千万不可忽略了人为的因素 人们披荐沙洲而围海浦地 广直木麻黄林以阻挡强攻 稳固沙地 使严分地带多了难得一见的绿色景观 有些沙洲却面临日渐消失的命运 那是因为人们在河川上游建了水库 泥沙便不再被夹带堆积 有人估计大概十年后 海水和风力会将它充实推散 就再有可能不大 沙洲和河口之间形成一个细湖 当地的渔民就在里面布置一排固定的渔网 利用潮水的掌落 鱼虾自动就跑进网中 而成为渔民的囊中物了 渔民的渔民的渔民 出海作业的交法 缓缓地驶入港口 这港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 却仍不失为一个避风港的条件 行驶在这道小河港 两旁就是古艺盎然的三河院住家 前面还有饶富古去的圆形拱桥 真让人有如置身在江南水都的感觉 根据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 从前这里所生产的盐 都是经由这条河道辗转运销到日本的呢 这个市场就在北门原厂的正对面 观光客来到此地可别忘了带些最新鲜的海场回家 记记自己的五藏庙 看了这么多和渔业相关的事物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鱼盐之乡的另外一个主角 那就是盐 北门盐厂坐落在北门村旧城街 近鱼鱼市场旁有一座盐厂的洗礼厂 外面堆了一座座的盐山 洁白如雪 在阳光的照射下 每一颗盐厂都闪耀着晶莹的光芒 非常的好看 这些人工晒的盐 因为还含有沙涡等杂质 必须送进洗礼盐工厂以清水洗礼一番 这种粗盐和我们家中所食用的经验不同 它是农鱼月用盐 不过从前的人都是吃粗盐长大的米 相信有许多朋友们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盐厂地带特殊的风情 特别能够刺激当地人对家乡的情感抒发 因此这里的文艺气息相当浓厚 是盐厚地带的另一项特色 在我们探访盐厅之前 不妨听听这首描述盐厅至的诗歌 我就有很大的感受 想说来做修士 来表达我的这个心境 万庆严调 好薄烟 不留风浪 出落欠 有甘日出 贪富梦 传统的盐田是一格格水汪汪的池水 每一位盐工平均负责照顾十几个盐田 他们是一群在太阳下埋头苦干的人 因为晒盐主要是借助阳光的照射 所以说晒盐是最需要看老天爷脸色吃饭的行业 是一点也不为过 南部的气候类型是夏雨冬干 所以如果你以为夏天是收盐的最佳时节 那就错了 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 每雨季来临之前 是晒盐收盐的旺季 因此要看传统的盐田风光 您可要选对时机哦 隐海水晒盐听起来好像是蛮简单的事 然而我们听一位女盐工说的话 才知道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呢 所以那里的高原是没有水墙 水墙后再加了一片 那一片片片片片又过来 就大片片片片又过来 片片片又过来扯了 扯了再加起来 加起来那里就比较过来 还有这么多方便 整个晒盐的过程 似乎不是三年两语 就可以交代清楚的 要真正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还得让专家来解释我们 我们晒盐 原料只要都是利用海水 海水我们就先在汽水池 先跟它储存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来晒盐 我们就把细水池的水 用抽水机先打到送水路 打到送水路 送水路的话 它就会送到蒸花池 就大蒸花池的头丘 然后经过一天的风吹跟路赛 它海水的浓度 正常的话应该是薄美三度 薄美三度 经过一天的风吹路赛 就从三度变成四度 那我们就把四度的海水 引到第二丘 大蒸花池的第二丘 再经过一天的风吹路赛 这些四度的海水 它可能又变成五度了 然后我们就跟它引到第三丘 这样以下类推啊 它将来就变成一个三度 四度五度六度七度 变成一种浓度梯度 海水的浓度梯度 那等到到八度到十度 十一度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些海水 这时候的海水啊 已经不叫海水了 已经叫做卤水 就是卤蛋跟卤肉那个卤的卤水 再把这些低溶度的卤水啊 再跟它打到小蒸花池 大蒸花池是分为五段 小蒸花池是分为三段 经过每天的风吹路赛 这些卤水 低溶度的卤水 它就慢慢从八度九度 一直升到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二十五度 到达二十五度的时候啊 我们就称为饱和卤水 那等到饱和状态的饱和卤水啊 我们就跟它引到前面那个蒸花池 在那边开始结晶生盐 通常在二十六点二五的时候啊 盐就开始结晶了 盐是立化钠的结晶 它就开始结晶了 那它的盐开始结晶的时候啊 它的颗粒非常的小 它会浮在卤水的表面上 我们敏兰话说淹花啊淹花啊 那盐的结晶的颗粒啊 会靠在一起 让它的颗粒啊慢慢的变大 变大以后啊 它就会沉淀到结晶瓷的瓷底上面 Ellis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盐主要是氯化钠的结晶 根据统计 盐有超过一万四千种的用途 最简单的像是清洁、防腐等等 看来我们真的不能小看 尿用无穷的盐呢 做腐液的 对于用苦乳制造出来的石膏 它们非常的欢迎 传统的结晶盐滩有瓦盘和土盘两种 在本门地区所看到的 全都是这种用瓦瓮碎片所铺成的瓦盘盐滩 由于瓦瓮上有氯的成分 有利于盐的结晶 并且可以使得晒出来的盐 比较不含沙土杂质 因此品质特别好 北门盐厂是台盐四大盐厂中面积最小的 总共只有330公顷 但是却是唯一完全以传统晒盐方法的盐厂 近几年来 因为引进机械式的晒盐法 再加上年轻人大多没有晒盐的意愿等等因素 使得台湾传统的盐田越来越少 于是参观传统晒盐的过程和盐工的使用工具 就成了落实乡土教育最好的活教材了 您瞧 这就是以前抽饮海水所使用的龙骨车 自从龙骨车被抽水马达取代之后 这种古老的乡间农具 平常要看的话 可能要在民俗博物馆里才看得到 今天能够在盐田中见到龙骨车的真实面貌 虽然它已经荒废多年不能使用了 但仍然觉得分外珍贵 现存的盐田里 开辟最早的就是现在我们来到的井子角盐田 它建于清嘉庆23年 也就是西元1818年 台湾制盐的历史究竟有多久 并没有详细的资料可查 不过在元明以后 福建全帐一带 其余制盐的居民移民来台 奠定了台湾制盐的基础 所以说盐叶在本土 至少有300年以上的历史呢 参观盐田最兴奋的事情 莫过于能够签字下盐田 尝一尝爬盐 挑盐的滋味 顺便体验一下盐工的辛苦 小朋友们对这种户外教学 都是乐在其中 觉得这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验呢 我觉得很高兴 盐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对让我说在都市里面 在都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